为纪念太平洋战争时 在帛琉贝里流战役 牺牲生命的帛琉人民 美国士兵以及日本士兵 帛琉副总统 美国大使 以及日本大使 共同来到当年战场 举办纪念仪式 不只缅怀士兵们的牺牲 同时也确立美国日三方 稳固的伙伴关系 记得记得, salute, honor, and pray for all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and let us do our best to prevent any military wars from ever taking place especially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Our nations rest on foundations of shared values, goals, and prosperity 这次受蔡英文总统指派 担任特使的原明会主委 宜将伯洛 也受帛琉和美国大使馆 邀请到场管理 宜将表示 帛琉与台湾同源于南岛宇竹 他有信心稳固原本的良好关系 台湾的原住民是跟我们南岛宇竹 是同一个仪序 所以我们有很多文化 还有很多的这些语言都是相似性 我想我们跟帛琉的关系 一向都非常地友好 我们相信未来的关系 也会更稳定来发展 原明会29号将在帛琉的 葛玛荣文化中心 举办南岛语言论坛 除了南岛论坛会员国代表 也会邀请专家学者 一起探讨语言议题 希望跟南太平洋友邦 做进一步的交流 原是新闻巴朗 在帛琉共和国的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